Ru天郎 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賴宏恩 在名門裡面我飾演的是 Ru天郎 我叫袁騰 然後我在名門裡面飾演的叫 李建毅的這個角色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rnard 勝俊 然後我在名門裡面飾演 沈家瑋的這個角色 商場如戰場 我覺得沈家瑋他在這部劇裡面 他可能就是一個潤滑劑 他在適當的時候會做適當的事情 該說話的時候他會去 做一些他覺得對的東西 但其實很多時候他自己覺得他對 但是其實在大家眼裡 就會覺得他很傻 所以我覺得沈家瑋在某個程度上面 就是一個很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但是是一個非常單純的 一個中年人 這個角色在名門裡面 他其實就像是一個非常對立面的感覺 因為他其實那一種玩世不公 然後有著自己的一套 就是會來在這個大環境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爭鬥裡面 去站穩自己的一個勢力 他那一種溺水而流 在大環境所有人的順著這個勢力 或者是情況去順流的時候 他會說 No, I have my ow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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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建益這個人呢 他是一個自以為是大財狼的小狐狸 常常會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算是一個troublemaker 但他自己不覺得自己是一個troublemaker 他自己覺得是一個解決問題的人 建益有一些特質我自己是蠻欣賞的 就好像他不會感情用事 以利益為先 把挪用在一些事情上面 他會剪得事半功倍 而且很多時候也不會被感情累積 但是他有一點過火啦當然 還有一點就是他做事比較解決一點 就直接想到就做 他沒有想太多後果 因為如果他比爸爸狠的話 那隻一隻都吃根骨頭 所以他在劇裡面他必須要比爸爸狠 一定是有沒有問題喔 你要講話小心一點 不要被人抓到麻煩 在這種職場上要怎麼樣展現自己的魅力 我是覺得首先你要確保自己是有這個實力的 在商業的決策上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種非常很穩的想法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我會另披襲襟的 我聽過一句話 當全世界的人都坐下的時候 你嘗試站起來 別人就看到你了 我會去找到自己的價值 每個群體裡面都有自己 屬於自己的角色 你的書籠裡面 你會有所謂的 為何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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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